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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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见没有 就是这栋楼附近是美军空军基地 这栋楼里边很多空房现在代售 仅此一座教学楼 不 他是这样 他这座楼里面有两三层的部分的房间是他的教学工具 但是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教学 现在搞清楚了 就是所谓西特曼大学 现在他都不叫这个名了 现在叫一个什么呢 Mirama University 他原来是夏威夷有一个分校 但是因为那个分校卖文凭假文凭 卖的太过分了 就关闭了 就剩下加州分校 理论上讲 唐博士应该是在加州分校这拿的 但是我们的编导就了解 似乎加州就刚才的大学 大概他是曾经被美国的机构认可过 可是后来又发现他也没有课程 到处乱卖文凭 于是又上了黑名单 又给他吊销了这个资格 我现在还搞清楚了 怎么解释大家把名单列出来 有人说我交了钱的 我在国内上了两年课 唐俊应该是在美国买的 反而不见得有过什么课程 中国这个据说是什么呢 中国这些个倒卖文凭的主啊 他们还想弄得像点 所以说是中国的这些贩子们 他们弄了一个课程 然后交钱 我给你这个大学 他们主动提供一种课程 你知道太好学了 这真是 广东这种干这种倒卖文凭的这种事 大概现在说有20家 广东年就卖假文凭这个利润 一年超过一个亿 那可是文超这个里面有个关键 你说这个西野鸡大学 曾经被认可 所以就算是拿这个野鸡大学的文凭啊 也是有分等级的 你是认可的时代买的呢 还是被取消认可之后买 那可能不一样的 前面那个假如当时还认可 表示说当时有评管啊 不是流行吗 现在内地香港也是 很多中小大学都流行说什么 本学校经过 ISO 9001的什么考试 是是是 当时是有评管的 当时也不算是太小的野鸡 是大野鸡 后来才是小野鸡 可能还是还是有分等级 而且还有一点要 基分级层次也不一样 而且要注意一点啊 就是所谓的那个认可是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啊是跟我们不一样 他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官方的统一的一个机构 去认证这么多学校 他的认证机构也是民办的 嗯 而那民办认证机构里面有几种这种机构 他本身也是野鸡 哈哈哈 野鸡机构认证的 野鸡大学 甚至还有几家野鸡大学啊 他们办一个联盟 我们推出一个认证机构 这个认证机构反过来认证我们大家 我们就是长鸡腾联盟 对没错 因为美国这个是我们知道美国高校制度啊 他不跟我们不一样 他国家管的并不多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像我们想象的 所以这事啊 就是说的又又又说到唐骏了 这个唐骏都引发事件了 有人这个上街了 当然就一个人 哈哈哈 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看这位的这个照片 嗯 新华都 就是新华都的这个门口 这个网友 嗯 举的牌子是唐骏下课 造谣无耻 你再看下边 呃 今天这是今天上午9点多发生的事 在这个门口一人举牌示威 嗯 你看他那个T恤衫上啊 写